103工程承包资料解题说明 第一小题首先点按工程资料工作表 这个小题要完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要包括ABC这三个栏位里面的空白资料要将它填满 比如说A3储存格的资料是要根据A2储存格 A4根据A3 好在此我们选取ABC三栏 一期题目寻找特殊目标 找到空格按确定 找到以后目前停在A3 根据刚刚的说明在此输入等号 点按A2储存格 接着按Ctrl Enter键 可以将公式复制到空白的储存格的地方 完成以后要移除重复的资料 可以点按范围内任意储存格 像这边高单价的栏位中如果含有数值 比如说这一列3要将整列做格式的设定 在此我们点按A2储存格 接着按Ctrl Shift向右键 在向下键选取到H971的范围 一期题目点按上方常用 利用设定格式的条件 新增规则 本题使用公式来决定要格式化哪些储存格 一期刚刚的说明在此要输入等号 一期题目从H2储存格开始 有数值就代表不是空白的储存格 所以在此我们要先按F4 再按一次F4 再按一次将H栏固定 比如说H2储存格 这一格如果小一大一双引号 两个代表它不是空白的 也就是它如果含有数值的时候 它的格式 要设定出体字字型的色彩 一期题目要点选下方第二列的第三个 褐色辐色式叫声25% 等一下我们要选的是最上方的第二个 这一个 同学先记得一下 接着点按褐色辐色式叫声25% 完成以后点按填满 因为填满看不到提示字元 所以在第二列第三个点按以后 按确定 再按一次确定 第三小题点按统计资料 3-A要复制资料 首先我们点按基本资料 要将工程名称从1-2按Ctrl-Shift向下键 选取以后接着按Ctrl-C复制 回到统计资料 点按A4储存格 一期题目按Ctrl-V贴上 不过题目的要求呢 在每一个名称下面要有一个空白储存格 在此我们可以先点按A栏 按右键利用插入 在A4储存格先输入1 按Enter以后输入2 再按Enter接着选取1跟2 按两窍左键做填满复制 完成以后将资料 点按复制 移到下方 点按A52储存格 再按Ctrl-V贴上 完成以后按Ctrl-Home 回到上方 点选A4跟B4储存格 接着按Ctrl-Shift向下键 选取到99以后 可以利用常用右方的排序 从最小到最大 排完以后 同学会发现 利用刚刚的两个E呢 就可以多出一个空白的储存格 接着将A栏点选以后 按右键删除 可以达到题目要求的一个名称 一个空白的储存格 接着点选A4储存格及A5 题目要求要将储存格合并 点按跨栏至中 合并储存格 完成以后 点按上方 护制格式两下 再点选A6储存格 接着移到最下方 按住Shift键 点按A99储存格后放开 完成题目要求以后 再点按复制格式一下 取消复制格式的功能 接着再点按基本资料 回到上方 选取G2储存格 接着按Ctrl-Shift向下键 完成以后按Ctrl-C 复制 再点选统计资料 移到C3储存格 接着按右键 接着按右键 一级题目选取转制 贴上 从C3一直到W3没有问题 接着一级题目要求在B4储存格自己输入总数量三个字 以及在B5储存格输入平均单价四个字 完成以后点选B4拖曳到B5 在B5右下角点按两下 做填满复制 接着3次B要套用统计资料格式工作表的格式 点按统计资料格式 点按左上角 点选以后按复制格式 接着到统计资料工作表 点按左上角 完成格式的复制 完成以后记得点按一下复制格式 取消复制格式的功能 3次C要复制统计资料格式工作表的公式 点按统计资料格式工作表 以及题目要求点选C4储存格 接着按Ctrl Shift向右键 再按向下键 完成以后按Ctrl C复制 再回到统计资料工作表 点按C4储存格 记得按右键 贴上公式 3次D要将工作表内的显示0的值不显示 点选档案 利用选项 利用选项里面的进阶功能 好 往下拉 看到统计资料工作表 里面有一选项 在既有0值的储存格显示0 取消 取消 按确定 确定 就不会显示0值了 最后3-1要冻结123列 所以我们选到第4列以及AV栏 所以在第C栏 点选C4储存格 一记题目点按上方检视冻结窗格 选取冻结窗格 完成以后 同学可以移动卷轴 看到将AV栏以及E23列冻结 到此解体完毕档案 另存新档 在EX01底下将EXD01改成EXA01按储存 接着打开提固练习系统 数颗评分 结束 接着打开